我们先看一下那个第三这个格式化条件设定 什么叫格式化条件 它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用格式化条件来做这件事情 你不能用土法链钢 那它要做什么呢 它说如果B4到J112 其实就是90码表里面 如果陈述跟被陈述是一样的时候 那就帮我把它填成成色 那什么意思 意思说这个跟这个一样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帮我把它填满成为 橙色的话应该是这个啦 第三个吧 OK就把它填一个橙色 那当然呢 它不是叫你说你用眼睛慢慢一直在那边填橙色 因为这个跟这个一样 这个跟这个也一样 所以你要填橙色 那如果考试是考你这样自己手动填的话 那没意思嘛 所以它其实不是要你用手动填 而是希望你做什么 把它Ctrl Z一下 特别是 如果你考试的时候 我建议如果考试的时候你做错动作 建议一定要Ctrl Z再做 你不要把旧的动作也把它存进去 因为那个正照考试的时候是电脑评分的 有的时候你做错的动作 你即便你把它盖过去 但是它里面其实还会有些记录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做错 记得用Ctrl Z 复原 然后再做 比较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 OK 这个可能是一个考试的一个诀窍 那所以刚刚有提到 如果我今天这个乘数跟倍乘数如果一样的话 那帮我把它填个颜色 但是不是用人工的 而是要用设定格式化条件 那设定格式化条件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 应该各位都有用过吧 常用里面有一道设定格式化条件 就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不替各位熟不熟悉 其实里面还蛮多好用的功能 那其中的话 这个地方会用到就是底下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新增规则 OK 那规则 所以那这个所谓的规则 其实就是说 如果因为它题目有要求 如果你的那个什么 陈述跟倍陈述 一样的条件 这个条件发生的时候 那就帮我把 那个储存格的底色 变成橙色 有没有这个叙述 那这个叙述 如果要用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来完成的话 那该怎么做 OK 这个其实难度蛮高的 这一题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最难 应该是这个地方 那怎么做 第一个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如果要有一个规则 需要套用在哪个范围的时候 那请特别注意 请你先把你要这个设定规则 那个范围先选起来 因为它针对哪个范围呢 B4到J12 所以我建议游标要放在B4 然后可以用快速键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有没有向右再向下 把这个范围呢 选起来 OK 那所以 设定格式化条件第一个动作 你要先跟他讲说 我要判断的范围就在这里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就找到常用里面的设定格式化条件 那请注意呢 你就找到那个新增规则 因为我希望在这个范围里面给一个规则 它这个规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串 就是如果它的陈述跟它的被陈述 如果是一样的状况的话 那就帮我把它的底色变成橙色 这件事情 好 那不过啦 理论上 其实还有别的方法啦 比如写程式 不过当然如果你不想写程式 设定格式化条件 也是一个还蛮好用的功能 那至于怎么用 第一个新增规则 那新增规则打开来之后啦 各位可以看到 它总共有六个选项 六个什么呢 类型让你选 不过啦 你看来看去啦 其实最后前面几个应该不能用啦 应该没办法 因为它只是判断数字的高低 但没办法去判断储存格的位置 所以跟各位讲 前面几种类型都没办法 只有最下面那一个 叫什么啦 使用公式来决定 有没有 特别注意喔 使用公式来决定要 哪些要格式化 那接下来的话 底下就要给一个公式 那这个公式要如何下 很麻烦喔 OK 一般的话 它的叙述方法 我自己记得 因为这个其实不太好记 而且很容易出错啦 那我的叙述方法是第一个 它的开头一定要是等号 那这个等号的话呢 有点像是 当后面的逻辑为处的时候 它就做下面的格式 所以呢 你一定要给它一个 那个逻辑喔 所以开头一定要是等号 等号有点是我们的叙述 中文意思 当什么情况 那后面的叙述的话 就是什么逻辑 当呢 那特别注意喔 那这个条件你说 老师那个我 范围这么多 那我应该以哪个为准 我跟各位讲喔 它这个规则的话 它会以你选取范围里面 左上角这个当成是基准 OK 所以呢 我们以这个为基准 然后我们就给它一个条件 当这个储存格喔 如果喔 它的上面这个储存格 所以你可以点一下 上面这个储存格 等于 再加一个等于 它的左边这个储存格 也就是它两边的数值 是相同的时候呢 那我就 给它一个什么呢 给它一个格式 这个格式的话呢 就是填满 填满就油漆桶 把它改成成色 把它按确定一下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我点的时候 它前后呢 都会自动加上前的符号 那前的符号 我前面讲过 是绝对位置 那如果绝对位置的话呢 因为呢 我们这个设定格式的话条件 它有一个原理原则 我说错了 等一下再一次 记得一一选取 第二个设定格式的话条件 新生规则 然后这边喔 所以先等于打个 当上面这个储存格 等于左边这个储存格的时候 然后设定格式就是 把它的填满 改成成色 OK 那我刚刚讲了 这个是左上角的 这个储存格 那将来它的运作方式是 它会一个一个帮你去检查 而且喔 它的原理原则 也跟那个 就是锁定的原理原则 其实也跟我们刚刚的公司是一样的 所以特别注意喔 请你把那个B前面的这个钱的符号拿掉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 只有锁第三列 意思是说 我就根据这个第三列 有没有 然后呢 蓝的话呢 你帮我只锁定A蓝 所以请你把那个A4的 4前面这个钱的符号也delete掉 那意思是什么呢 当我这个储存格 上面跟左边是一样的状况的话 那帮我把它填一个橙色 OK 那如果他这个判断完之后呢 他会帮你换下一个 这个也帮你判断 所以下一个的时候 那因为呢 我上面 A4 那因为我这个B前面呢 没有锁 所以它会变成什么 它会跳 跳 一样是跳 跳C 有没有 所以我换下一个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C3 那因为我3前面有加一个钱的符号 所以它会固定在第三列 有没有 然后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呢 这个它会跳下一个储存格 那判断一下 那因为我B前面也是没锁 所以它变D嘛 那以此类推了 那换下一个的时候呢 因为呢 我这个B锁住 3锁住了 所以它下一个还是第三 所以一样还是B3 那这边的话呢 因为我A锁住 所以它固定就会 以这个当成判断的基准 好了 反正就这样的公式哦 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你看到得到的结果 假如刚好对角线 刚好是 有设定到格式化条件的结果的话 那表示 你的公式 是没有错误的 OK 但如果你假设做错的话 怎么办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刚刚不是有设定格式化条件 你可以管理规则 如果你要修改规则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管理规则 然后呢 再到这个规则里面的编辑一下 看一下 反正就这样的结果了 你们试试看好了 记得前面一定要有个等号 当什么条件呢 B 记得 3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当那个B3等于A4的时候 OK 然后后面底下这个格式 把它改一下 试一下看看这个地方 当然你说老师 那我如果假设 我要再增加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的话 我希望呢 这边左上到右下 那如果 右上到左下 也希望花一条线 怎么做 诶 那其实 规则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假设 以 类似的方式 你希望 也能够把 那个 左上到右下 比如说画一个 黄色的底色好了 那你可以观察一下 如果左上到右 另外一边对角线的话 它的规则是怎么样 好像是 上面的 加 这边两个相加 好像等于10吧 有没有 两个相加 好像都等于10 诶 所以哦 如果你假设 有这个条件 那你也可以建立一个规则 那规则的话 就当 B3加上A4 等于10 这个条件 是为True的时候 就帮我增加一个格式 比如说底色是 黄色 有没有办法 我们先试试看好了 这个其实还蛮好玩的 设定格式化条件 这个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你只要 会用这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其实工作里面蛮多地方 都可以给个规则 它就自动帮你把你需要格式的地方 通通都做出来了 OK 试一下 记得是常用的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 当然你如果要把这个规则清掉 一样嘛 你可以管理规则 如果你做错了 你可以把它删除掉 这边有删除规则